当保罗谈到犹太人 他们因着自己的不幸拒绝福音 然后这样的时候 他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恐怕外邦人 这些非犹太基督徒过于自视 或者是骄傲 就解释犹太人并不是完全被神弃绝 上一周我们谈到了 恐怕他们以为上帝弃绝了犹太人 好像上帝与列祖所立的应许 诸约都被废弃了 所以犹太人就灭亡 所以保罗就提到了 他们之所以跌倒 他们之所以看起来好像刚硬 背逆不得救 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幸 所以他们跌倒 然后他这样说的目的是 恐怕我们这些作为外邦基督徒 你看犹太人被神离弃了吧 你看神接纳了我们 他们就以为恐怕他们以为上帝完全废弃了上帝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 好像上帝又不信使 另一方面好像上帝的计划前后不一致一样 所以恐怕我们这些外邦人自告 他说你们若 他们如果不是长久不信 他们就又要重新被接在这个橄榄树上 因为他原来就是属于这个橄榄树 因为列祖应许原来都是他们的 但是我们这些野橄榄上且被折下来 硬接在这个加橄榄树上 是因为我们信的缘故 如果我们不像犹太人那样长久不信的话 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常在神的恩当中失去信心的话 我们也会被折下来 所以我们不可自告 好像我们今天比犹太人似乎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蒙上帝的眷顾 那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就谈到了犹太人的救恩的问题 二十五节说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 那这里面保罗在这个括号里面提到了这个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是 保罗在处理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事情的时候 不只是从救恩救赎史上的问题 还从他们在教会内在两个团体 同样一个是基督共同体 但是里面有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 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内在心理的冲突 犹太人觉得我们基督徒 我们犹太人外邦基督徒应该受割离 才能信耶稣好像加入到我们里面一样 外邦基督徒 你看你们犹太人都不信上 就我们这些外邦人 如今上帝已经抛弃你们了 我们已经替代你们了 所以就开始骄傲 两股势力这种张力的过程当中 保罗不只是解释到犹太人的现在的位置 还有提醒这些外邦基督徒 谋生拣选接纳救赎以后 不要自以为聪明 所以他在这里面说到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 奥秘呢 保罗很喜欢用这个词 大在境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那他那里讲到的奥秘就是道成肉身 上帝如何道成肉身 在地上实行救恩 然后被传到外邦 被接到荣耀里 然后他也讲到了奥秘 以弗所说里面 这个奥秘就是 外邦人得以在基督里 靠着基督的血 与犹太人一样 得以亲近神了 两下合而为一了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外邦人被接纳是心 好像才才知道了 因为犹太人一直以为上帝就是他们自己的 所以对于外犹太人 奥秘来说 新知道这个知识来说 外邦人也同样与他们一同在基督里面谋 那这里面讲到的奥秘 虽然意思一样 但是内容指的不一样 意思也是不曾知道的 现在显明的 那这里面保罗进一步解释 不知道的奥秘就是什么呢 有三点 第一点 以色列人有几分硬性 第一点 以色列人的刚硬 第二 外邦人的数目 填满 现在来看 以色列人是刚硬的 悖逆的 是拒绝福音的 不信的 第二 现在来看 很多外邦人反而相信了 第三 那将来呢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保罗讲了这个三点 是这个奥秘的内容 那在紧接着呢 他就引用了圣经 来证明这个事实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 他只是引用了 以色列书里面的内容 这里面预言到了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灭雅各家 历史上来讲 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 那个弥赛还没来的时候 历史上来讲是预言到 将来有一位 当新约里面谈到这个的时候 不只是那个曾经来的 弥赛亚 在犹太人当中 从这个西安出来的一位 消除 而是指向将来 基督在灵的时候 他要消除雅各的家 这个是以色列书已经预言的 所以上帝已经应许他们列祖 消除罪恶就是赦罪的意思 救恩的意思 上帝所应许给他们列祖的 那个应许 将来有一天要成就的意思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与他们的祖先所立的约 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约 其实都是直接跟犹太人 以色列人立的 亚巴拉罕之约 摩西之约等等 27节又说 除去他们罪恶的时候 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除去他们的罪恶 应许那个赦罪 那个完全的拯救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上帝应许了 对不对 亚巴拉罕 摩西等等 应许他们实行拯救 先祖是他们的 诸约是他们的 应许是他们的 透过这样的约 要实行拯救 而直到将来 基督再临 或者是再临前 预言说 有这样的作为 外邦人以为 上帝彻底弃绝了犹太人 然后保罗说 上帝之所以弃绝 是因为他们刚硬不信 然后紧接着 就除去他们的自以为是 恐怕他们误解 然后就说 将来有一天 上帝会照着 上帝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使他们绝大部分人 一定的数量都会得救 是这样的 那紧接着28节说 就着福音 然后就着简选 在这里面说到 那就着福音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这是什么意思呢 犹太人 以色列人 就福音来说 福音是要求信的人 有份于神的国 那就着福音来说 他们是仇敌 为你们的缘故 为什么 第一方面 他们拒绝了福音 第二 他们逼迫了福音 拒绝福音 他们是抵挡福音的 逼迫福音 就是因着福音的缘故 逼迫你们的 所以是仇敌 就着福音来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 成了仇敌 成为可恨的人 这样的人 但是就着简选说 他们为列祖的缘故 是蒙爱的 就着简选说 上帝已经拣选了他们 然后上帝已经与他们列祖 立了应许 立了约 所以上帝不会废弃 与他们先祖所的立的约 他们是蒙爱的 因为先祖的缘故 他们是蒙爱的 他们都是被包含在这个约里面的 29点 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上帝的恩赐和选招 呼召 这里面的呼召 不是那种民族性的呼召 上帝呼召了犹太人这个国家 以色列人这个国家 做君尊的祭祀 但是实际上当中他们得救的人少 为什么 大部分人都顽梗悖逆 没有因为他们身为犹太人就自动的上天国 一出生就因为受隔离就自动去 就与上帝有正常的属灵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纵然他们旧约里面 他们在外表仪式上还去献祭遵守那些律法上要求的律列典章 节气 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信心 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责备 包括马拉基书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等等 先知书里面责备 和西亚书更是这样 说到他们被约 他们好像还在守着 上帝给他们的外在仪式的这些律法 还在守着 但实际上他们对上帝的约并不忠心 因为他们没有真的信心去守约 而是只是按照行为 就像前面我们所处理的 所以上帝呼召选招 没有后悔的不是指选招这个民族 而是指救恩的选招 个别的选招 上帝选招他们有复于上帝国的那个选招 因此伴随着这个选招 就应许他们有很多的恩赐 祝福 所以上帝的选招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 上帝竟然招他们 应许给他们这样的祝福 上帝就绝不会后悔 是指这个 所以再一次确定了前面的话 上帝应许的那个将来有 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的西安的那位救主 就是上帝与他们曾经所立的约 应许的那个弥赛亚 最终要照着神的应许成就在他们身上 因为上帝应许了 上帝就不废去 上帝就不后悔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和前面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其实是讲一个内容 保罗就开始解释这个奥秘 就这福音的缘故 他们是仇敌 他们不信的 所以他们是刚硬的 但是我们看到 等到外邦人的树木填满的时候 然后呢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我们按照一个历史的延长线来看 上帝救赎计划 这个救赎的历史 神在历史当中展开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现在看来 犹太人拒绝 刚硬 不信 所以他们被砍了 所以他们在这个约上没有份 所以他们是福音的敌人 是仇敌 然后 但是呢 我们发现 因着他们的拒绝福音法尔临到外邦人 这就是三十节开始说 从前你们不顺从上帝 如今因他们的不顺从 你们到蒙了连续 从前外邦人是没有神的启示的 从前外邦人个人偏先挤路的 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拜各种假神的 但是唯有亚伯烂的后裔 他们是谋神拣选的 在列国当中特别分为圣 享受特殊地位 上帝接受他们的礼拜 向他们启示礼拜的要求等等 相比犹太人来说 外邦人是无知的 是昏昧的 是悲逆的 是反叛的 是不顺从的 但是今天因为犹太人的不顺从 上帝把这个福音的权利从他们身上夺过来 给那些不顺从的外邦人 你们到蒙了连续 因着犹太人的刚应悲逆 拒绝福音 而福音的权利 转给那些不配蒙恩的外邦人 他们就蒙了怜悯 特别用了怜悯这个词 怜悯就是强调堕落之后 在那种神的众中审判当中悲惨的 表明了上帝对他们的恩慈 这个完全就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爱恩慈 将那个恩典施给那个不配得的人 我们称之为恩典 但是恩典赐下恩典的这个动地 是出于神的怜悯 神的爱 神的怜悯 神对罪人悲惨的可怜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外邦人不顺从 上帝却怜悯这些不顺从 不是因为他们乖 所以上帝祝福他们给他们 是因为他们不配不顺从 所以怜悯他们 那三十一节这样 他们也是不顺从 就像外邦人曾经不顺从一样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 现在也蒙连续 上帝的公平 上帝既然施恩连续那些不配得恩典的外邦人 因为他们不顺从 上帝就连续他们 施恩给他们 结果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 也因着他们的不顺从 上帝就连续他们 这是公平 同样都是不顺从的 这是保罗前面也讲了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 在神的面前称义的 然后前面 罗马书一章到三章 讲的就是 无论是犹太人 外邦人都一样 都是悲逆的 都是不顺从的 无论是他们所有的人类都拒绝普遍恩典 普遍启示 都故意玩耿背逆神 还是已经领受特殊启示的犹太人 他们被约一样 都是不顺从的 所以在这里面 在这个同样不顺从的里面 虽然上帝先兼选了犹太人 因他不顺从 福音临到外邦 外邦人因着他们 本身是不顺从 上帝就连续他们了 那既然连续他了 上帝也连续这些不顺从的人 让他们也蒙连续 有点绕 三十二节说 因为上帝将众人圈在不顺从之中 好特意连续众人 这就把这个奥秘解释完了 奥秘是什么呢 奥秘先是上帝曾经拣选了 上帝从一本生出万族 造了亚当 想透过亚当产生金钱的后裔 但是亚当堕落了 亚当因着他一人的堕落 他整个从他而出的都堕落了 在堕落里是出生的 然后在堕落的整个人类当中 蔓延当中 在历史当中上帝不断拣选 他所拣选的人 拣选了挪亚 拣选了什么 以诺 拣选了这个亚伯 塞特 后来拣选了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 以撒的儿子里面什么 拣选了雅各等等 雅各里面又等等 这样的一步步的去拣选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 上帝在所有的罪人当中 去选择施恩的对象 之前我们也谈到了 拣选这个概念已经以堕落为前提 虽然还没有实际堕落 上帝在预定计划拯救人的这个时候 宇宙还没有产生的 没有创造的 上帝的计划当中 在神的心意当中 他定义要在将来堕落的人当中 他拣选一部分人 做他施恩的对象 有份于神的国 做自己施恩的 谋怜悯的对象 得荣耀的对象 而不是遭愤怒 彰显他公义和愤怒的对象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上帝在列祖当中 先拣选了犹太人 让犹太人先谋恩 像让他们做君尊的祭祀 透过他们把福音临到外邦 因为亚伯拉罕之约里面 已经包含了万族 就像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里面 18节到20节里面 王普天下传福音万民听一样 就像创世纪里面说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这地 治理这地一样 其实神一直关心的是 整个全人类 这个不是普旧的概念 是不分民族的 涵盖所有民族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犹太人跌倒了 失败了 因着他们的刚硬 结果正因为他们的刚硬 拒绝福音 上帝就把福音临到外邦 所以我们看到 在耶稣那个时代也好 保罗这个时代也好 犹太人绝大部分是不信的 刚硬的 悖逆的 反而是热心去逼迫基督徒 逼迫福音的 拒绝福音的 他们持守一套 他们认为的正统的信仰 去拒绝耶稣所传的 使徒所传的福音 他们是抵挡真理的 他们是拒绝福音的 正因为他们的拒绝福音 临到外邦 然后保罗说到 当外邦人的树木填满的时候 当上帝所预备计划的 外邦人数 拒续的人数 透过福音 相信的人数填满的时候 在将来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因着现在施给这些不顺从人的恩典 上帝也在施恩给那些不顺从的 以色列人 是照着第一 他们的不配 不顺从吗 最主要的是照着神的信誓和怜悯 神应许他们列祖的那个应许 就是与他们所立的约 要赦免他们的罪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上帝传福音的一种方法 神的救恩的计划展开的一种方法 先施恩给犹太人 犹太人拒绝了 夺过去给外邦人 然后外邦人 他本身不顺从的 所以他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然后既然施恩给他们了 那这些不顺从的 上帝也施恩给他们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看到三十二节 几乎是个总结 因为上帝将众人圈在不顺从当中 特意连续他们 上帝将众人圈在不顺从当中 特意要连续这样的人 让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的 让他们只能称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的 因为都是不顺从 都是悖逆的 这就是保罗所称的奥秘 他所称之的奥秘 今天我们是作为已经上帝视角 保罗已经写信 把这个事情解明了 我们解释给大家听了 大家觉得可能一目了然 站在这个太空上 站在卫星上 看着地球上 整个这个什么北京在哪 什么东京在哪 首尔在哪 等等 整个画面一目了然 站在我面前 我们的方位距离大概都有 但是住在那个某一个具体的胡同里面 某一个街道里面 他们所看到的视角是有限的 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现在这个画面 他没有看到整个神在历史 包括将来要成就的事 过去成就 现在成就 将来要成就的事情 整个图画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误解和偏差的时候 犹太人以为保罗所传的福音 是仇恨 保罗觉得 这个保罗肯定是恨我们犹太人 自己是犹太人 还恨我们 然后还传一个 跟上帝的律法不一致的 所谓的另一个福音 他们误解 然后外邦人觉得 你看 保罗是我们外邦人的使徒 他传福音也都关心外邦人 你看 上帝已经丢弃了犹太人 我们是谋上帝恩典 我们在上帝面前绝对比犹太人棒棒的 虽然他们列祖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们刚硬不信 你看上 我们今天取代了他们地位 我们已经代替了他们位置 然后就反而外邦人 原本没有可夸口的外邦人 却在犹太人面前开始夸口 两个人都夸口 也不知道为什么 犹太人夸自己是血统 自己的律法祖先 然后外邦人觉得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代替他们了 不夸口 你想想这两股人在教会里面信耶稣的话 那个作为罗马教会 那个地区的牧者的话 他们会怎么处理 保罗当然 虽然那个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 但是他看到这种光景的时候 就从真理的角度去给他们解释 上帝在历史当中 如何展开他的计划 犹太人在上帝计划当中的位置 包括现今犹太人的刚硬和外邦人的相信 到了外邦人的树木填满将来 有一天神一定会照着他的信誓 让以色列全家得救 所以这里面两股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都是不顺从的 上帝故意将这些人圈在不顺从当中 特意要连续 所以救恩的根源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 而是因为上帝他自己的连续 他连续我们这些困苦的人 连续 然后施恩给我们 将不配蒙恩的救赎的恩典 临到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 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 然后将他的祝福 赏赐赐给我们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最困惑我们的就是 以色列全家得救 26节说到 等外邦人树木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 那这里面 关于以色列全家得救 学者们大体上有三类解释 第一类解释 这个全家 以色列全家是指外邦人和犹太人 所有上帝在永恒当中 拣选的外邦人和犹太人 包含这些 甚至加尔文也是这么认为 但是如果严格来看的话 根据文脉来解释的话 不太不符合 为什么 一直在讨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问题 如果谈这个 在基督里拣选的人的话 这两个人就不需要对立去谈了 所以一直在谈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两个实际的民族的信仰的问题 所以把他当 以色列全家都得救 这个文脉逻辑上就不符 那第二种解释呢 就是历代犹太人的渔民 历代犹太人的渔民 历史上亚巴拉也信的 以色列也信 雅各也信 什么摩西 大卫这样的 虽然历史当中有不信的犹太人跌倒了 不信了 但是还有一些人是信的 以色列全家都得救 这个话也不符合这个文脉 等于废话一样 当然渔民要得救了 真选民得救 第三种是解释说 虽然现在犹太人不信 但是最终上帝在基督再临 或者是再临前 有一个时期呢 犹太人全方面的 这个全方面的不是每一个人 是大范围的悔改 相信 不是指以色列人将来某一个时期 以色列人全民族一个不辣的都信 而是说他们中很多人 绝大多数人会相信 现在绝大多数人刚硬悔改不信 抵挡 但是将来有一个时期 上帝会让他们一个大的复兴 众人很多人悔改 所以这个是符合这个文脉的解释 现在大部分犹太人刚硬悔逆 所以福音临到外巴人 但是将来有一天 上应许的 那个应许 以色列人 很多人全方面的 大反的为的悔改 这个是比较符合的 所以这个是在学者们之间讨论的时候 也是纠结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什么呢 就是第三种 再有的是大家要知道西伯来人 虽然保罗是希腊文化当中成长的 西伯来人 所谓的是在外宜居的 散住的这些犹太人 但是他犹太人 他们喜欢夸张 更何况现在外邦基督徒 正在这骄傲吗 觉得我们怎么怎么的 所以他就用一种夸张的口吻 现在你看那么的 以色列将来全家都要得救 所以这个全家呢 是强化那种语气 你们以为上帝完全弃绝了他们吗 不是完全 将来他们全要得救 所以这个概念 所以不是完全一字不落的 那种执意的 好像将来有一天 所有的犹太人 整个自动的就是得救 不是这个概念 是一定大的数量的人 复兴 灰盖归向上帝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以色列全家得救 前面讲到了以色列人的刚硬和悖逆 然后福音临到外邦人 然后呢 因着外邦人的信 反而转过来 上帝施恩给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 然后将来一有一天 应许一个时期 最终会大范围的悔改 当然这个我们要留意 因为基督教历史当中 也有这个所谓的 时代论的前前洗年派 他们认为呢 将来基督再临 再临之后呢 在地上要建立一千年的 实际的一千年 实际的一千年时间 要整个犹太人都悔改 然后就在耶路撒朗做王 实际的做王一千年 我们不会这么解释 这个要涉及到解经的问题 这个处理的很多 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 过度自意解经 但是有的时候又特别寓意解经 然后就认为上帝所应许的 那个所谓的一千年 真的就是一千年 在地上做王 实际上如果那样的话 整个历史就不连续了 有一些复杂的那个过程 何必耶稣要实际在地上 做王一千年呢 很奇怪对不对 何必要实际在地上 做一千年 然后做完一千年 他们里面讲的一千年里面 还有人会死掉 在那个地方 一千年当中还有人悔改 然后再次把他们带到 这个新天新地里 中间就插入了 这个一千年很违和 所以这是解经的问题 我们不在这里谈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全家得救 是指在千禧年期间 犹太人全民族的 一个不拉的都挥改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要留意的什么呢 今天我们重点谈的 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 但是我们要理解 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 是当下使全面 绝大部分人背逆反抗 所以福音临到外邦人 然后将来有一天 他们可能会全面的 绝大多数人要悔改 这是神的信实 但是在谈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方面 让外邦人不要骄傲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不顺从的 只不过是因着 犹太人的刚硬背逆 然后福音临到你们 上帝就连续了你们 这些不顺从的人 那么今天 因着你们的不顺从 上帝也会联系 那些不顺从的以色列人 所以这两股人呢 上帝都把他们 圈在不顺从的里面 施恩他们 这就是福音的性质 这也是救恩的性质 救恩不是基于我们的顺从 而是基于我们 我们都是该死该灭亡的罪人 但是上帝却 以他的怜悯 施恩连续我们 把恩典赐给我们 这些不配的人 所以我们没有可夸口的 然后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将来有一天 上帝所应许的 那个以色列全家得救 这个应许要会成就 那OK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然后有一些具体的内容 十一章的深谷 最深的地方 就是这一段和下一段 33节到36节 希望早点度过去 我也讲的也吃力 大家听着可能也会吃力 但是总议呢 就是从理解圣经和历史上 有益处 理解圣经和历史上 看旧约 看新约 上帝的计划如何在 这个简讯亚巴拉罕之后 逐步的显明和展开 包括跨越耶稣那个时代 使徒这个时代 到今天 我们理解整个历史舞台当中 这两种族群 在整个上帝计划当中 上帝叔叔如何安排的 一方面让他们服在律法之下 把他们圈在不顺从当中 让他们没有可夸口的 另一方面呢 上帝先奸血他们 然后施恩给他们 让他们传福音给列祖 但是因着他们悖逆反抗 使福音权力得趣 给他们赐给外邦人 外邦人因此没有夸口谋恩了 然后到了时候 上帝再转回施恩给 那些不信悖逆的自己的选民 以色列人 让这两种人都在神的面前 没有见口和夸口的地方 因此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一样 那我们作为外邦的基督徒 中国人基督徒 更没有可夸口的 因为我们不是什么一生下来 天生就是敬虔的民族 虽然有些人这个一生下来 就是被在母府当中 就带着去教会 但是这个本身也没有什么 在上帝可夸口的 因为我母亲的信心 也不是我的信心 我母亲信了也不自然 就自然我就分别为圣了 对不对 我生出来还是以罪人生出来的 不是以一人身份生出来 对不对 因此我也没有什么夸口的 虽然小的时候 给我受了婴儿洗礼 但是除非等成年的时候 我自己告白信仰 不然的话 那个洗礼 实际上它不能保障我 就自然的成为 上帝得救的儿女 所以自然就与基督的包学有份 这个不是这样的 除非我们成年的时候 我们直接认识基督告白的时候 当然那个洗礼是有它的益处和价值的 所以总之呢 我们其实中国人 更何况很多人像我这样的 是半路出家的 已经在这个不认识神 无神论者 甚至抵挡神 犯罪得罪神 泄满神 这样的过程当中 后来被神的恩典征服 然后悔改信主的 那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曾经犯的罪 对不对 那更没有可夸口的了 总之呢 无论是犹太人 外邦人 我们都没有在神的面前夸口 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要 废去人一切的夸口 好让我们真的看到 我们在神的面前所获得的一切 完全是出于他的怜悯 出于基督的功劳 出于上帝自己的爱 让我们没有可夸口他 这就是我们下个主日 我们从33节到36节 要谈到的大灾 这个深灾 这个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福音呢 简单的说 你信耶稣吧 信耶稣就上天堂 信耶稣就罪得赦免 得永生 耶稣为你定十架了 我们传的只是 一个很窄的一个半畴 很窄的一个视角 耶稣十字架 死而复活 这是福音的本质和核心事件 不错 但是涉及到这个事件 上帝在历史当中 几千年的铺垫 然后耶稣做完了这个工作 使徒们拼命的 花一辈子去解释这个事件 阐述这个事件 是不是 然后具体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这两股人出现这种 认识上的分歧的时候 如何去处理的时候 又以福音为基础去阐述 福音可以简单的说 也可以深了说 所以一生当中 基督徒都要竭力地追求 认识 理解 深化 理解这个福音的奥秘 这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也是我们在基督里面 在恩典和知识上 长进的 属灵的干粮 简单的时候 信耶稣就得永生 深入的话 因为基督是谁 神人二性 基督的救赎的代价 然后我们如何去信 信了以后神的这个义 如何归在我们头上等等 然后在这个里面包含着 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难啃的骨头 属于干粮的领域 所以保罗在跟罗马教会弟兄姊妹 处理这个福音的上帝的义的时候 他就谈到上帝如何在称这些罪人为义 结果在提到罪人的时候 他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圈在 同样的范畴里面 虽然在历史当中神减选了犹太人 然后后来施恩给外邦人 但是将来也要施恩给犹太人 这两股人都在罪的里面 上帝就共义施恩这些罪人 让这些不配的罪人 深深地体会到他们所蒙受的恩典 完全没有可夸口 在他们自身里面没有可夸口了 在律法上也没有可夸口了 所以在血统上也没有可夸口了 让他们单单地将荣耀和感恩归给神 好 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地用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